馨儿相信 在公子的调教之下 馨儿一定会成为 最优秀的蝶者 公子训练馨儿 就是为了让馨儿 成为公子手中的利刃 在公子需要的时候 都能派上用场 馨儿也可以借这个机会 提高自己的能力 白生妹妹送来的点心 皇上觉得味道怎么样 吃到了这些 想起了生儿的少年时光 为什么人就不能永远纯洁呢 为什么长大了之后 就变得这么有心机呢 他以为朕不明白 不就是为了他那个儿子吗 皇上 臣妾认为 不应该再留白生在长安了 不 白生要留在长安 他的儿子也要留在长安 这样做只有坏处没有好处 这样做只会打草惊蛇 有道理 把白生留下 燕士城 势必会有所防范 于死网破 是下下策 皇上只有把白生送回去 燕士城的警惕心 才能放下 还是爱妃 替朕解忧啊 还是爱妃替朕解忧啊 传旨 把白生 送回燕北 奴才领旨 能走一个 是一个吧 比赛 还尽 别 马昌 优izzy 无论 要 母亲 您才刚来长安城没几天 怎么这么快回燕北啊 这是皇上的旨意 我也没有办法 娘走之后 你要处处小心 母亲就放心吧 孩儿自有在京 应酬早已得心应手 不必为孩儿担心 只是 您还须多劝告父亲 皇帝多疑 父亲手握重兵早已被他忌惮 此事表忠心毫无意义 只有握紧兵权掌控燕北 才保得燕北一世平安 切勿听信小人谗言 轻举妄动 路遥知玛丽 日久见人心 我燕北施诸实鉴 皇上总会分的名 听过这一时 我们就会有风平浪静的那一天 兄儿 你长大了 想在长安城这个豺狼虎穴里面生存 不长大怎么行 本来不想告诉你这些 是怕你知道了会挂在脸上被别人看出来 既然你什么都明白 娘也就放心了 娘亲您就放心吧 只要您和父亲能平安在燕北 孩儿就能平安在京 终有一日我会回到燕北 燕夫人 时辰不早了 行儿 早日带上那位让你心仪的女孩儿 一起回燕北 亭者之道 包括情报收集 窃听监视 潜入暗杀 保护防卫 情报 收集 在于心思缜密 窃听监视 在雨雨 耳聪慕名 馨儿明白 后两天 则需要武功高深 你身为一个女子 又不懂武功 我不得不担心 你能否胜任 公子无需担心 馨儿相信 在公子的调教之下 馨儿一定会成为 最优秀的蝶者 口气倒不行 空有稚情 没有本质 最终也难逃失败的恶女 馨儿知道 嫉妒黄河 关怒涛拍案 与波鬼云爵之际 进小小沙舟 其上春柳萌芽 野花自艾 平来远眺 终得心中宁静 愿君于乱世中 也有绿洲的庇佑 共享此中的欢乐 云世之中 绿洲难寻 愿坐磐石 纵黄河滔滔 屹离不动 飘零残叶 犹有其息之处 朱公 公子到 公子见 祖父召见月儿 所为何事 我彻夜苦思 虽然怀疑宇文席是内奸 但苦无证据 贸然动手 只怕会打草惊蛇 现在我们的首要对手 还是大梁敌人 大梁敌者 无孔不入 此次前来 我想不只是为了谍指天爷 此话怎讲 如果只是为了谍指天爷的话 行动失败 理应撤离 可他们仍然潜伏在长安城中 显然有后招 大梁若真的想要在天下格局当中 交起腥风血雨 第一件事 想必就是让燕北和大魏朝廷反目 所以 我们和大梁敌者 在这场博弈当中 快者为胜 你说得对 月儿 你打磨得那边利刃 是时候拿出来用一用啊 可事关重大 此次大梁派来的敌者 并非等闲之辈 况且兴儿 刚训练没多久 妄人派他行动的话 我怕会弄巧成竹 狡辩 狡辩 分明是你对他有私心 爹指天爷的职责 大魏的国运 和那个奴婢相比 赎清赎重啊 月儿指示 月妻求见 进来 回禀公子 月妻有负所托 大梁敌者有所防备 我和月位 未能打听到任何消息 让兴儿去 他是新人 脸生 功夫也看不出路数 城市的机会原大于他们 如果任务失败 就证明他没有做敌者的天分 再者 青山苑也没有任何损失啊 好 好 公子 行儿现在的能力 去执行这个任务 会不会太危险了 你暗中跟着他 一旦有什么事 就要看他的实力了 诺 再等我 公子 心儿也是刚到 请问咱们什么时候可以开始训练啊 这两天 你已经接受了一些基本的训练 但这些还远远不够 如果你想成为一名优秀的蝶者 就要经历实战的磨练 公子的意思是 要给兴儿新的任务 但这个任务 有一定的难度 公子不用担心 兴儿能够理解 公子训练兴儿 就是为了让兴儿成为公子手中的利刃 在公子需要的时候 都能派上用场 上一次 在蝶纸楼的密道内 你还记得 曾经和你交手的大梁蝶者吗 我派你去跟踪他们 且听消息 可有把握 当然有把握 兴儿也可以借这个机会 提高自己的能力 如果你能成功地完成任务 便可以接受刺尸阿的训练 这是蝶纸天眼多年研究的窃听神器 文精和另外一大飞行神器 主蜻蜓 帝国人宣家 你也许多年许多年 也许多年许多年 你也许多年许多年许多年 你许多年许多年许多年 世子府附近的院落 悄悄地住下了一帮人 听口音看身形 像是来自燕北 显然是仲宇的手下 仲宇想干什么 他似乎正在黑市秘密奔走 购买东西 还到处打听左宝仓的下落 左宝仓